台大撤销林志坚硕士论文 但林志坚强调是于正皇 引用他的民调资料 网友咋过怒呛 给原始民调不代表 你可以抄人家写好的论文 骗大家没读书吗 这整件事情就是 这个人前感谢 然后放箭 这两回事情嘛 我贵你一块肉 跟煮出来一盆菜 那个菜叫做论文嘛 你把大家都当成傻瓜 台大三次通知林志坚说明 但林志坚都不去 直到8月8号 台大挂号通知 认定论文抄袭 林志坚进办才在8月9号凌晨 Email给台大 说隔天可以到校说明 林志坚还说自己要跑选举 哪有可能随时配合台大 各界炮轰 这是什么鬼话 你那么大牌啊 你当个市长那么伟大 你当个总统都不能这样子啊 比如说检察官传我们 叫你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啊 抗传集居啊 你去跟检察官说 我那天很忙 你讲啊 同样身为台大教授 柯文哲痛骂超成这样 简直难以想象 这两个学生写的东西一模一样 其实老师自己要检讨 你怎么会这样 发毕业证出给他们 你那个173个硕博士生 只有五个是上网工呆 查下去都是问题 不是只有林志坚一个 一狗票 总统定掉全党力挺林志坚 但抄袭事实 把眼前高层挺到嘴巴打结 这件事情我们相信 在未来呢 一定会能够真相大白 还给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 这件事长呢 一个很好的 来论证 说还给他清白 台大论文是抄袭来的 已经惊呆全台 如今民进党全党 蒙着眼睛狂挺抄袭 更长全民傻眼 记者谢鸿如徐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 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 跟病毒作用 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 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器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 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雷炼